所以啊,其實當然你在理解程式的話可以拆開來看 這個前兩行就是產生一個亂數嘛 那whyo1冒號實際上就是一個無窮迴圈 那底下的話呢基本上就是一個輸入 所以當它一個迴圈開始先輸入 輸入之後的話底下這些呢 基本上就是做邏輯判斷 OK,那因為有這個無窮迴圈 所以基本上會配合一個break 所以基本上可以拆成幾個部分嘛 第一個部分是產生亂數 然後無窮迴圈囉,開始囉 那我們就開始答題,所以這個是input輸入 輸入之後的話呢,那就邏輯判斷 所以一般你輸入部分我是建議 你可以把它放在邏輯判斷的上面 輸入完之後判斷 那如果判斷完了假如是對的話呢 那就break,所以出口在這裡 這有點像入口,只能進 不能出 那這個出口的話就是break 只能從這邊出啦 OK 大概的架構是這樣,所以以後的話 你們假設要寫類似的遊戲的話 其實基本上都可以參考類似的架構 OK,把這個架構 把它稍微套用一下 其實可以變化出很多相類似的遊戲喔 所以後面的話,好像猜拳遊戲也是一樣 可以拿這個來改 然後,像後面還有一個什麼 猜那個英文,月份的那個遊戲 其實也是可以用類似的概念來撰寫 那只是說,以這一題來看喔 我們假如說要限制說他只能拆三次的話 那的話怎麼只能拆三次 因為你會發現啊 這個地方喔 他能夠一直拆,拆到對為止 可是如果我今天不希望他一直拆到對 如果他拆了三次,也沒有正確的話 那應該跟他講說,你還是拆錯了 OK,那你也只能拆三次 那最後跟你講答案是多少 可是問題來了 要如何把這個程式改成只能拆三次 首先第一個啦 關鍵的地方,因為 為什麼他能夠一直拆,拆到對為止 因為我講過,沒有限制的話 就壞了一帽 這個叫沒有限制 拆到對為止 無限供應的意思 反正我沒限制你喔 反正你要有點像那個吃到飽一樣 你要就通通都OK 但如果說你今天要限制 你只能拿第一次 拿第二次,拿第三次 三次了,抱歉 你就不能再拿了 所以喔 關鍵地方喔 如果有次數限制的話 通常就把壞回圈怎麼樣 改成for回圈 對 所以以後的話 什麼時候用壞回圈 什麼時候用for回圈 可能慢慢你們要 能夠辨識說什麼樣的邏輯 其實回圈通 一樣的道理 就重複幫你做 repeat OK 幾次 但問題喔 如果你沒有次數限制 就用畫圍圈 但是後面要加一個邏輯 邏輯的話 是當做到什麼時候停下來 OK 如果吃到飽的話 就當你已經吃不下的時候 OK 但是如果像現在可能吃到飽 老闆會覺得龍蝦吃到飽 哇不得了 龍蝦吃到飽 那他一定虧本 所以怎麼樣 你也許可以拿號碼牌 有沒有 你來的時候 每個人可以限量幾個 對不對 你拿第一個 拿第二個 第三個你就不能再拿了 同樣的道理 所以要怎麼修改 所以第一個喔 如果以後的話 要修改這部分的話 通常會把這個先註解 註解的話 就前面加一個景字號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 你按Ctrl加1 Ctrl1的話 就註解 Ctrl1的話 就是前面等於是 等同是加景字號 Ctrl1 然後後面的話 把它改成什麼 For I in range 範圍 Range的話 就是它只能夠跑 1到 1到4 OK 然後冒號一下 那因為呢 從1開始 然後到4停下來 停下來就不止 所以是跑123而已 其實跑3次 123 好 那他第一次 第一次猜對了沒 OK 第二次 第三次 那問題來了 如果你現在這樣的程式 跑完之後 可是問題 他最後一次還是沒猜對的話 那理論上你要給他提示 並且應該最好是告訴他 因為你如果像現在 假如說 我現在隨便猜好了 我先猜10 再猜11 再猜12 那理論上我猜了3次了 那都沒答對的話 他應該跟我講說 有沒有 他這邊最後一次啊 他有點像跑完 當然也是怎麼跑3 可是最後一次喔 應該要講一下 你已經猜3次了 而且你還沒答對 最後我乾脆告訴你 你答案是多少好了 所以喔 如果說你希望 在這邊 希望再多增加一個敘述的話 那你可能要在 邏輯裡面怎麼樣 再多一個邏輯 什麼邏輯 這if有沒有 這個可能 這個if就變elf 然後呢 上面的話 多增加一個if if什麼呢 if if i這個詞啊 如果已經等於的話 假如是已經等於3了 有沒有 就是1 2 3 有沒有第三次 意思是說 你猜的是第三次 而且and 而且沒有答對 沒有答對的話 應該怎麼敘述 輸入的值 不等於rnd 不等於怎麼敘述 有 金燙號 等於 不等於喔 VBA不一樣 VBA是 大於小於 不一樣喔 你這邊 不要把它弄得 而且VBA裡面等於是只要寫一個 但是拍照要寫兩個 有時候 之前學過VBA 有些地方記得要轉一下 不然你程式很容易寫錯 不等於什麼呢 不等於rnd 就是說呢 它也沒答對的意思啊 所以喔 這個敘述是說 如果它已經拆了第三次 而且喔 它又沒答對的話 然後 冒號 enter一下 做什麼 跟它講說print 你已經拆了第三次 而且還沒拆對的話 所以print 這個字比較多喔 我直接拿那個雲端上這一段 這個我已經一模一樣的 這一段 然後呢 我們就直接 輸入到這邊 OK 就是說 你拿錯了 豆點 只能拆三次 而且甚至喔 蠻貼心的地方是 我乾脆喔 把那個rnd直接告訴你 特別注意喔 print的後面如果豆點喔 意思是說我後面再串一個東西 如果我前面講過說 你另外一個方法 不用豆點的話 你用加號 但加號後面的話 記得要轉型喔 你要可能要str 把那個rnd轉型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喔 你不要轉型 而且要串在後面的話 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直接什麼 豆號就可以了 OK 差別在這裡 但是 豆號輸出的結果 後面喔 它會在那個文字 這個中間 會多增加一個空白 輸出的話 中間會多個空白 其他差不多是一樣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不過喔 我怎麼知道rnd是多少 我要故意 乾脆喔 有個方法 有的時候喔 因為你寫程式喔 怕不知道說 到底rnd是多少 有時候偷偷的什麼 在這邊先輸出一個 就是在 程式撰寫的時候 先把那個rnd先print的出來 我先知道一下 OK有沒有 預法錯誤 預法錯誤 for i i in range 預法錯誤 for i 答錯了 這邊for i 多一個n 然後 OK好 那知青的話 你會發現 先print the bar 意思是說 把這個rnd先print的出來 當然將來啊 你程式寫完 就要把它關掉了 OK不然的話 print的出來 人家就看到答案了 那就知道了 因為有的時候 我們在 程式撰寫的時候 你有時候 如果你實在不知道 你有時候對程式撰寫 不太 這個 容易啦 所以我們隨便亂拆好了 先5 6 最後一次喔 那你最後8的話 他一定會跳什麼 恭喜你答對breaker 這應該沒問題 所以如果最後一次答對了 那OK 可是呢 最後一次還是答錯了 比如說1好了 那我就2 3 最後一次4喔 那理論上喔 第三次了 而且沒答對 有沒有 所以喔 剛剛這個邏輯 就是這邊的邏輯 如果 第三次了 而且 他不等於的話 那我就怎麼樣呢 我就輸出那個 這個什麼 答錯了 只能拆三次 答案的話 順便把RND這個 結果輸出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4 Enter 有沒有 答錯了 有沒有 只能夠拆三次 而且呢 把1這個RND的結果 幫我print 不過喔 我如果這邊加豆點的話 你會發現喔 他這邊會多一個空白喔 OK喔 這可能要注意一下喔 另外的話呢 我在雲端上面的層次這邊是寫成3 其實寫成3的話 你想說 老師那前面為什麼沒有東西啊 其實如果說 你一般呢 RANGE一般是從0開始 其實0-0.3可不可以 0-0.3 就是012嘛 也是跑3次嘛 那123也是跑3次 那如果說你的前面喔 假如是0開頭的話 那是可以省略的 可是問題喔 如果你寫這個是3的話 那這邊的話 那最後一次應該多少 應該等於2嘛 有沒有 012 所以這個邏輯又不一樣 那哪一個比較好理解 我覺得好像應該這個比較好理解吧 只是說這樣的寫法喔 會變成說 多寫一個1豆點 會變多寫一個字 不過我覺得好了 你們剛開始初學喔 我是建議喔 用比較好理解的寫法寫好了 我先用這個好了 OK喔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喔 我剛剛重點1 就是把File1冒號 改成4回圈 第二個的話呢 多一個邏輯判斷 敘述 所以底下邏輯判斷 要多一個EL OK啦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喔 那這個程式喔 在雲端上也有啦 如果你現在是打字比較慢的話喔 我是建議啦 當然喔 上課可以先貼 程式可以先貼 可以先斷 但回去的話 建議還是重寫一遍 確保說你是真的了解 因為這些程式是屬於 基本的啦 OK 如果你這些基本程式都會的話喔 那以後呢 你再學習其他的語言啦 其實VBA也很多地方 都可以寫得出來 甚至這個程式喔 甚至可以把它改寫成VBA也沒問題啦 兩邊其實都相通的 OK 試試看喔